哈佛小子林樹豪正式回到台灣 在桃園機場跟球迷打過招呼之後 好小子馬不停蹄的來到台北101 展開個人反台行程的第一場正式記者會 現場除了分享奪冠心情 以及對自由市場的感想 Jeremy也大方暢談自己的未來規劃 不是那麼開心 我也覺得 我打到冠軍的時候 不是像我想像的一個方法 自由球員的交易啊 讓你最驚訝的是哪一個 最驚訝的就是酷安 我真的覺得他也會 我以為他會多很多 可是我也了解他的想法 就是他很想回家 我覺得每一個人非常了解這個想法 就是每年來這個亞洲行 有那麼多粉絲 我一直告訴我自己 到最後我一定會打幾年在亞洲 當然我最大的夢想 可以是跟我的弟弟一起打 但進入NBA 終究是舒豪從小以來的夢想 如今在聯盟征戰了九年之後 今年的自由市場 卻始終沒有聽到有關於他的消息 對此Jeremy也坦承 心情確實有受到影響 對 我一定會擔心 因為從小我的目標都是 就是在NBA打球 我也是非常了解 知道我已經給我百分之百全力 如果我以後就是不在NBA裡 我還是覺得我walk away的時候可以是非常 proud 我會慢慢決定 然後考慮全部我的選擇 然後到最後會選 我自己覺得我會在哪裡是最快樂的 雖然還沒有明確的落腳之處 不過整體看起來 回到寶島的豪哥 心情仍舊是相當不錯 而他接下來就要展開 包含林舒豪籃球訓練營 在內的一連串訪台行程 所有喜歡Jeremy的球迷朋友 可千萬別錯過囉 烏來的新聞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